时隔五年,德云社再次开启海外巡演 看到现场观众如此的热情 郭德纲也彻底玩嗨了 现场豪气放话,要把洛杉矶买下来 这一战是美国洛汤鸡 10月7日,德云社北美巡演第三战 在洛杉矶帕萨迪娜剧院拉开帷幕 剧场内作物虚席满坑满谷 将近四个小时的演出包袱 笑料一个接着一个 小曲小调也是信手拈来 尤其是郭鱼的经典相声 虽然已经听过无数遍 但还是让海外观众忍不住地捧腹大笑 看到观众如此的热情 郭老师也颇为感慨地表示 如果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告诉他 可以在洛杉矶开一个小剧场 话音一落引发全场的欢呼 更有女观众直言来我家 将郭老师都吓了一跳 在海外开相声剧场 不但可以丰富海外华人的娱乐生活 也可以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知道郭老师的做法让那些小黑子情何以堪 除此之外 郭老师还表示 明年的话还会带着古曲社京剧 一起开启海外巡演 德云社观众对德云社的喜爱程度 显然无论黑子们如何的谩骂攻击 都阻挡不了德云社走上繁荣广阔的舞台 海外的工作人员怎么也不会想到 本是好心的将毛绒玩具拿到后台 没想到郭老师仗着人家听不懂中文 要下正说的活疯狂的调侃 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虽然自从德云社海外巡演开启之后 黑子们就绞尽脑汁的各种编排 郭老师虽然远在海外 应该也有所耳闻 还现场编排了个段子 虽然看到这些黑子让许多演员心里不舒服 但演员们还是卖力气演出 不辜负每一个个观众的票钱 为此高峰鸾云平还用英语创新了演出的段子 引发全场欢呼 能让海外华人能有如此疯狂 估计也只有德云社了吧 能在异国他乡感受得如此亲切的相声 郭德纲公不可没 除此之外 演出的场馆也被郭老师精心地布置 特别是演出舞台前的圆桌 就像是早年的春晚 在带给华人华侨们欢乐的同时 也让大家感受到祖国的气氛 不得不说郭老师用心了 无论是台上台下的风趣的互动 还是舞台上段子的创新 难怪现场的观众会对其依依不舍 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开 也难怪郭老师会想将相声剧场开到海外 期待海外分社能够早日成立 为海外观众带去更多的欢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